本章的最后我们讲一下JWT JWT不是本课程的重点 但是它是学习LogS的一个 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重点的东西 虽然没有Cookie和Session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登录方案那么的常用 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大家也了解一下 虽然说我们不用 但是你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然后真正用的时候 你该知道它是怎么做对吧 OK JWT是什么 我们待会儿先来介绍一下 以及我们用Core2去实现JWT 当然你用别的方式 比如说用A3S或者说用原生的LogS实现 也是跟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这儿不可能把所有的情况都挨着重举一遍 所以说就按照我们现在最常用的Core2的方式来介绍一下 JWT到底是怎么去用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演示 来去看一下它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然后是JWT我们对比一下这个Session 到底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 以及什么创业下更适用于哪个技术方案 OK 它是什么呢 首先它的名字叫JC Web Token JC Web Token的一个缩写叫JWT JC Web Token JC就是一个数据格式的一个问题 对吧 它反复的数据是一个JC格式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可疑问的 然后Web Token这个东西应该就是Token吧 它就是一个用户认证的时候经常常用的一个名词 就是一个类似于密室啊密钥啊等等这些东西 或者说认证的一个自不串啊加密的自不串啊等等这个东西 JC Web Token一般就是说我们在JC Web Token 或者说在互联网的这个JC Web系统中用到这个Token啊 总之它呢是和Session一样 它也是用来做用户认证和用户信息存储的这么一个技术方案啊 然后它的过程是用户认证成功之后 用户认证这个过程我们用不到Session也用不到JWT 就相当于是你现在还没有登录呢 对吧 你没有登录的时候你去点登录 这个时候不需要Session和JWT认证因为你还没有可视登录 然后如果你登录成功了 拿到你的用户密码然后对比成功了 然后所有端会返回一个加密的Token给扣端啊 这个Token包含什么东西呢 就是包含了你登录的一些信息 你可以理解为我们之前往Session中存了什么东西 现在这个JWT中就会把Session中那一坨东西 然后加密成一个Token返回一个扣端 它不会存储到Redis中也不会存储到服务端中 它会把这个东西加密以后返回客户端 为什么要加密 那肯定得加密 如果不加密的话 你又是返回这太危险了 对吧 然后客户端后续每次请求都带着这个Token 以示自己的一个身份 很简单对吧 我觉得这两句话就可以把JWT的一个过程给讲明白了 登录完之后 你获取了用户信息 你是加密的 然后后续 因为你现在你已经登录了 然后后续每次请求都去带着这个加密的信息 给服务端 服务端解析一下这个信息 因为这个信息是服务端发给你的 对吧 那服务端当然有权利去翻解这个信息 翻解出名文 然后就知道到底你是张三还是李四 是吧 就这么一个过程 前提是客户端每次请求都需要带这个Token 就像我们在Cookie和Sysion里面讲的时候 客户端每次请求都需要带Cookie一样 当然这个客户端每次请求带Cookie 这个东西都是浏览器帮我们做好的 浏览器根据HTTP的这个协议帮我们做好的 不用你自己去管 那这个地方客户端每次带Token 你得自己去写到底这个Token放在什么地方 一般放在Header中还是放在Cookie中 当然我们本次演示放在Header中 就是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OK 那这就是一个过程 我想通过这两句话 大家应该就大体能明白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做 但大体能明白它是怎么一个过程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QR如何实现这个DWT 首先我们新建了一个开发环境 这个开发环境就是我们 我们用最早一开始本章 讲QR2的那个Generator 去处理化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个QR2的环境 还要控制它 这里面就是通过QR2-E 什么什么名称 然后回车 然后最后进入目录 然后安装 然后运行 出来的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如果NPM run第一位的话 根据我们刚刚新建的这个环境 它应该访问这个三线端口 应该是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有印象 但是我们不会用到这个页面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按照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方式的去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首先用户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要返回一个加密的Token给后端 对吧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不着急加密 这两步我们先不考虑加密 我们先用名文的方式去返回 OK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 我们在这个User这个路由下边去建吧 User我们先建一个路由 我们模拟一个登录 User Post 登录一般都用Post 对吧 然后就要Login 然后下面我们用一步的语法就可以了 它上面虽然是用Function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一般都是用U的一个语法去做 OK 然后这里面就是模拟登录 对吧 然后登录的时候我们要传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对吧 用户名和密码呢 然后去获取这个Post过来的数据 然后我们验证一下 就是 FUserName等于 章3 And Password等于 123 ABC吧 123可能会是个数字 对吧 这样的话 为什么这么写呢 因为我是模拟登录吧 模拟登录 就我们不会去做真正的数据 数据库的请求啊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模拟一下 看看它是不是章3和ABC 就我们假定这个用户名就章3和ABC 它说的对不对 对吧 然后如果是说它说的对了 我们可以这个地方建一个叫 LetsUserInfo 就存储它的一个用户信息 LetsUserInfo呢 我们也会把这个用户的信息存一下 比如说我们用户信息一般有 UserID UserName等于章3 然后比如说 NicName 尼称 等于按字的章3 再写个性别吧 性别真正等于 E 比如说我们E就代表是男的 性别 好 就登录成功 然后获取用户信息 登录成功 获取用户信息 这个获取用户信息 这信息应该是在数据库里存的的 登录的时候也是应该数据库的一个验证 所以说我们这都免了 就都模拟了 好 这是登录成功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最后看一下 A付 A付UserInfo等于Nan的话 等于Nan的话就说明它登录没成功 对吧 就没有走这一步复制 它等于Nan 就UserInfo等于Nan的话 然后就ctx.body复制成 然后AerrorNumber 比如说等于 返回一个错误嘛 对吧 你复一 然后message等于 登录失败 这是登录失败 对吧 然后 Return就可以了 登录失败 Return就可以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登录成功了 对吧 登录成功呢 就是ctx.body复制成 AerrorNumber等于0 然后我们把这个UserInfo 给它返回出去 Data Data等于UserInfo 好 好 这就是一个登录逻辑 对吧 也就是我们PGT的第一条 就是 登录成功之后 所有端返回一个 虽然这有加密 我们先不管加密 返回一个数据 因为加密之后才叫token 对吧 没加密的时候 我们不能叫token 因为token一般都是加密之后的 没加密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就叫UserInfo 就用问题 它会给扣钻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Code才没有报错 然后我们就可以 用Postman演示一下 Postman演示一下 它的路由是什么呢 路由我们看一下 路由是 前队是这个 这两个我们先删掉 不要 前队是UserInfo 然后是LogIn 然后用户名密码 是UserName和Password OK UserInfo LogIn UserName和Password 这个就要改一下 上3 好 我们直接发送就可以了 发送完之后 大家看 它返回的是什么呢 返回的是LName等于0 然后Data等于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我们返回的用户信息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 立马改一下的话 它返回的应该是一个登陆失败 是吧 好 OK 这是第一步 对吧 虽然没有加密 然后第二步是什么 用户后端 每次请求的时候 都带着这个token 也就是说都带着这个用户信息 然后已失自己的身份 它怎么带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带的话 可能还和这个加密之后就不一样了 加密之后 大家这个字符刷的形式带过去 如果这个地方带的话 它就是一个 这次的形式带过去 它可能就是 就是这个 我如果继续往下讲的话 继续往下讲 把这个带过去的话 可能就和后面有点差别了 所以说 我们不着急 怎么去看第二步 我们先把第一步的这个加密给它完成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遇到问题了 就是我们登陆之后 客户端需要一个用户的信息 对吧 我们已经返回个客户端了 但是 这个东西是明文的 这个非常危险 对吧 因为客户端什么人都有 你不知道什么人会监控你的程序 对吧 他们也可能会在 那个中处拦截进的程序 所以说这个明文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加密的方式 来去把这个 我们返回的信息呢 给它加密一下 对不对 OK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去加密这个事情 首先我们要安装一下 必要的依赖 我们到控制台里面 我们把这个服务停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 需要安装必要的依赖 需要安装的依赖 就是一个叫做 Core-BWT的这么一个依赖 这个依赖呢 它会生成一个那个中间键 然后这个中间键呢 就能帮助我们 Core-BWT的一些加密和解密的一个过程 OK 我们 安装 同理我还是要把 我这个地方很无奈 我要每次都沾一下这个淘宝的运行 当然你自己可以直接这么运行 不用Core-BWT的这个东西 已经安装完了 安装完之后我们就开始用了 就在APP.js里面我们去把它引用过来 就叫JWT Core 然后 Require Require OK Require进来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中间键给它写上 这个中间键当然要早写 肯定是要在路由注册之前去写 所以说我们就写在前面APP 这种右字 然后这是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传入一些配置 这个配置呢 第一个要写一个什么 Secret Secret就是密码的意思 这个密码呢 因为我们要加密 大家记住 所有需要加密的地方都需要一个密码 比如说所有的锁都需要一个钥匙 这个都是正常的 包括我们刚开始讲那个Session的时候 我们说Session的这个Key要通过Cookie的方式来放到客户端 放到客户端也需要加密 所以说我们到时也加了一个Key 对吧 然后包括我们 接下来要讲密码 就是我们在第三章开始要做那个注册登录的时候 每次注册的时候 用户的密码也是需要加密的 因为密码是一个 二线性比较高的东西 我们不能用名为去存储 需要加密 那到时候讲了再说 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密室 这个密室呢是一个长量 所以说我们可以再找个地方去配置一下 因为这个密室不过这 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地方还会去用的这个密室 所以说我们建一个config的目录 然后建一个叫Christians.js 我们建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exposmodel.expos 然后这里面我们输出一个什么呢 我们输出一个叫做secret这么一个东西 这么一个变量 就是密室 这个密室呢也是和之前一样 比如说我们有大写 小写 大写 然后测出字符 然后数字 然后测出字符 这样就行了 就这样的不容易破解 就跟你自己的密码一样 OK 那 我们建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secret给它获取出来 好 这个就作为我们的这个密室 好 然后呢 接下来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东西 就是unless unless就是说我们 不用哪些目录 这里面有个pass 就是不用哪些目录 不用哪些目录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做DWT的验证的时候呢 我们对吧 不是每个目录都需要DWT的验证 对吧 我们还需要有一些目录 比如说登录 我们不需要DWT的验证 是一个更大比较实际化 比如说unless这个login 就是自定义哪些目录忽略DWT验证 好 保存一下 我们再去启动 没报错 OK 其实这个大家应该明白 就是DWT的验证像赛程验证一样 我们说过那个DWT 就是说我们在第二条的时候 后端每次请求都会带一个token过来 然后以示自己的身份 对吧 然后这个中间间就会查找这个过程 就是说你每次有没有带token过来 没有带token过来 我就不让你过了 对吧 或者说我就告诉你 你是非法的 但是有些情况不需要带token过来 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token 就是登录的情况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不需要登录 就直接可以看的一些情况 对吧 像我们的系统中 肯定有一些页面是需要登录 有些页面是不需要登录的 对吧 像注册登录的一些页面 人员没有登录 对吧 才需要注册登录 人员如果已经登录了 人员干嘛还需要登录呢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那个 DWT中间间的一个注册 注册完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加密的处理 注册完之后 加密呢 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工具 叫做 dc webtoken 好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找到我们之前做登录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把那个 dc webtoken给他 引用过来 ok 有了dc webtoken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加密了 就是我们 你看 现在是获取了用户密码 然后判断如果成功之后 就有了用户信息 这个时候有了用户信息 我们可以对用户信息进行加密一下 所以说我们就比如说我就在这写吧 let's userinfo let's token 这样写吧 这样也不大合理 分开吧 就是加密 加密 userinfo 我们可以先写个let's token 然后if userinfo 就有值的话 我们就对它进行加密 然后token也复制成 dwt dwt 就是这个东西 dwt wt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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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new的info ok 然后还有第二个算数需要一个什么呢 就需要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secret 所以我们要把它引用过来 当然这个目录要改一下 把这个secret引用过来 第二个算数就是secret 第三个算数是一些配置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expire in 然后写个一小时 这么写 这么写的话 它会在一小时的时间内过期 因为我们这个dwt dwt这个东西 它要把加密的信息给客户端 对吧 比如说我们服务端不会存储 登录用户的信息 是一直存储的客户端的 这样的话 是由客户端来存储 用户的这个登录信息 对吧 所以说服务端不管登录信息 这样的话加密的过期时间 你一定要设上才行 过期时间如果不设上的话 你服务端你就不管登录信息 那不就坏事了吗 所以说登录信息要靠户端管 这个过期时间一定要给设上 好 我们这就加密完了 加密完之后呢 我们再返回的时候 我们就这个地方 这个data 我们就可以直接返回这个token就可以了 好 保存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 跑起来 然后重新运行啊 重新运行 好 大家看 这个时候它返回的就是这么一头东西 对吧 好 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第二句话就真正成功了 就用户当中成功之后 所有的返回一个加密的token给客户端 比如说本来是应该返回一个名文的 然后名文有问题 然后太危险 我们就把它给加密了 加密的这个密室啊 这个密室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就是这个密码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对吧 当然你不要泄露啊 你泄露出去之后别人知道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所以说我们回归一下这个过程啊 就一开始我们做了一个 模拟登录的一个接口 然后一开始返回的这个地方是个名文 对吧 然后我们有危险 有危险之后 我们需要返回一个加密的一个密码 然后我们就给它加密了 当然加密呢 还需要一个gcweb token就可以了啊 但是呢 我们这个 COR2如果要做的话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呢 就需要做一个 那个 DWT的一个验证啊 比如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是要访问一个别的 担口吧 比如说就访问一个 DACEN嘛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访问一个DACEN的话 他应该会报一个401啊 OK 大家看 报一个401对吧 401是什么意思呢 401就是没有权限 一般情况下 你如果是没有用这个中间件的话 你访问这个DACEN 该返回什么还是返回什么 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我们也试过很多次了 但是你要加上这个东西之后 他就会报一个401 才能访问登陆 因为我们要求登陆 不需要DWT的一个验证信息啊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是 我要验证每一次请求 都要有DWT的Token的信息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在做一个加密的处理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 再起一个新的路由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限制到底是 我们在给他怎么破解 对吧 我们常用什么东西 才能把这个限制给他绕过去 才能真正的实现 这个运动信息传给那个户人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三步 对吧